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外部的样式表 内部的样式表之外 这里还有一种叫内嵌样式表 或者叫行类样式表 好了你看 我可以在这个标签上面加一个叫style的属性 来请看 我可以加一个叫style的属性 在这个位置我也可以写样式表 我可以把样式直接写在这个地方 你看写在这个地方的样式 是不离这个标签最远还是近 离它最近对吧 所以比如说现在我改了背景色 刚才我不是把背景色搞成了红的吗 现在我不想用红的了 我怎么弄 我在这如果写个background color 比如给它换个颜色 比如想换个什么呢 就换个这个颜色 来我们看这个能不能改过来 能不能改过来 咱们试一下 好像没有问题对吧 这已经改过来了 好我还想换字体怎么换呢 是打一分号 分号是不是表示一个样式写完了 一条样式写完了 我写第二条了 好打一分号 然后再改个叫funcfamily 比如咱们改一个什么呢 i这可以选对吧 咱们改一个 咱们换一个漂亮点的字体 有没有漂亮点的 翻一翻 没什么中看的 换一个这个吧 换一个 换个这种 这个吧 这陈轩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字体 好然后请注意这里有个小问题 双引号里面还能不能打双引号 这里已经写了双引号了 这个字体中间有空格 你又要打双引号 给它破起来 双引号里面还能不能打双引号 不能了怎么办 打单引号 单引号里面可以加双引号 双引号里面可以放单引号 但是你不能双引号里面再打双引号 那不行 好改成单引号 好了来咱们看一下 这个颜色和字体都出来没有 来运行一下 好了没有问题对吧 如果现在还想让文字居中 你可以再继续在这儿改 但是一般 一般咱们要不要写这种样式 一般我们不要写这种样式 不要写这种 为什么不要写这种 这种写了又没法复用对吧 又没法复用 而且将来维护起来 你要想调整这个代码 改这儿 是不是改起来有点恶心了 改这个地方可能有点恶心 所以尽量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叫内嵌样式表 行列样式表 尽量不要用这种 不是说不能用 完全不能用 尽量不要使用它 尽量用外部样式表 手也用内部 其他也用外部 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叫内嵌样式表 或叫行列样式表 所以它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 好了 来自己试一下这个 这个写法 通过标签的style属性 来写样式 自己试一下 唯一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里 如果你已经打了双引号了 双引号里面 不要再放双引号了 否则就错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很容易弄错 好了 各位我说一下 刚才有同学正好也问了这个问题 我就一起说一下 咱们要改这个背景色 前景色的时候 除了用这种颜色的名字之外 这肯定不灵活 对吧 这个你能有多少种吗 对吧 好 这里 在指定颜色的时候 可以用叫做RGB值来指定颜色 你看 学过美术的同学应该知道 美术里面的有三种原 有个叫三原色的东西 对吧 三原色叫红黄蓝 对吧 你其他的颜色都可以通过红黄蓝 把它调制出来 对吧 把它调出来 然后在计算机里面呢 在咱们这个领域里面 然后也有三原色 这三原色叫红绿蓝 红绿蓝就可以用红绿蓝 就可以把其他的颜色都调出来 好 所以你看 当你在指定颜色的时候 你可以写RGB值 你可以写RGB值就可以了 RGB值 怎么写呢 你看 你可以这样写 比如说你想给它换个颜色 R 你可以写RGB 好 这个A叫Alpha通道 叫Alpha通道 指的是透明度 透明度 你还可以给这个颜色 加上透明的效果 当然 第一版本的IE 还有一些比较早的浏览器 可能不支持透明度这个效果 但现在你用的浏览器 应该都能支持它了 所以你如果不带透明效果的话 就RGB 要带透明效果就RGBA 咱们用这个来试一下 RGBA来试一下 好 既然是红绿蓝 第一个就是红色 红色的曲子范围是多少呢 0到255 0到255 你看比如说我写个255 逗号 0逗号0 什么意思 红的是255 绿的和蓝的都是0 什么颜色 它肯定就红的 然后再来个0.5 0.5什么呢 0.5叫Alpha通道 射程1是不透明 射程0是完全透明 0.5呢 现在半透明的 对吧 来看一下什么效果 来咱们看一下什么效果 来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看到没有 虽然是红的 但带了透明效果之后 看着有点像粉色 对吧 它不像红色 如果你把这改成1 就是完全不透明的 你看到就是应该是个大红色 咱们看到大红色的像 看到了吗 如果你可以改成0.3 是不是更浅一些的颜色 对吧 这带了透明度的 带了透明度的 好 这是 这个叫RGB值 通过RGB值 红绿来三原色 来指定 来我问一下 如果这里来个255 会什么颜色 红的255 绿的255 黄的 黄色 黄色是吧 好 咱们看一下 是的 好 如果三个都是255呢 这是白的 白的 白的 好 看没有 跟背景设计一样 白的 白色的 如果这个搞成255呢 这个搞成0 这是什么颜色 好 这个叫RGB值的指定颜色的方式 好 除了这种方式 其实都还有种方式 可以指定颜色 用16镜子的写法 用16镜子表示法 你看 255 画成16镜子是多少 255 画成16镜子 是两个F 对吧 255 是 255 是8个1 255 是8个1 这个还要算吗 对 你就直接说对就行了 对吧 255 是8个1 对吧 是8个1 好 每4个2镜子数 是一个16镜子数 对吧 4个1正好是F 对吧 好 所以咱们可以写什么呢 F 刚才那个值 就刚才那个字 警号 警号FF FF00 看到了吗 刚才那个黄色 也可以写成 警号FF FF00 这是红 这是绿 这两个零是 蓝 对吧 红绿蓝 好 来咱们看一下 是黄的 是黄的 对吧 没有问题 这叫16镜子表示法 这叫16镜子表示法 来咱们再来一个 比如说你把这换成CC 换成CC 你看啊 它也会 它也会 也是会发生变化 对吧 改个什么35 也都会有些小小的变化 对吧 会有些细微的变化 好 这个是16镜子表示法 警号 后面跟上 红 绿 蓝 只不过拿写成了 16镜子数 这种叫16镜子表示法 所以将来你指定颜色的时候 可以写RGB值 也可以写16镜子 其实除了这两种 都还有一种 指定颜色的方式 就是指定灰度 饱和度和亮度 这种叫H 叫HSL 这个也可以带α通道 叫HSL 灰度 饱和度 亮度 灰度 饱和度 亮度 通过这个也可以指定 好了 这个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 菜鸟教室有 菜鸟教室是有的 而且它上面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叫配色卡 来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叫做 我看在哪 咱们找下颜色吧 颜色 咱们收一下吧 嗯 这个哈 咱们看一下 你看它这里有这个 有这种 它有教你这种表示法 怎么写的 然后你看哈 它有这种 它有这种 这种色卡 看到没有 这里 选像这个 安全色 安全色色卡 然后以后你要用哪种颜色 就选这里就行了 选这个值就行了 就写个景号 9933cc 就这个颜色 而且你看 它为什么把这个东西 画在这一起 你看啊 你要选颜色的时候 听好啊 你要么横着搭配 要么竖着搭配 因为它是一个色系的 如果你 你乱搭配 红的配绿的 绿的配黄的 那就没法看了哈 因为做出来颜色 看着非常的恶心哈 非常的恶心 非常的别扭 非常的恶心哈 你尽量选一个 色系的颜色来搭配 你怎么搭配 都不会很难看 如果你选的是 这个色系 差得非常远的哈 你怎么搭配起来 都非常的恶心 就像一坨屎一样哈 所以这个哈 这个东西哈 你最好 最好就是一函 或者选一函里面的 这个你随便怎么搭 搭出来不会特别恶心 搭出来都还很和谐 如果你色系 差得太远了 红的可以绿的 绿的可以黄的 黄的可以蓝的 对吧 那就没法看了哈 好 所以将来哈 选颜色 可以看一下这里的 这里的外部安全色哈 外部安全色 这个为什么叫安全色呢 这主要是指的是哈 在不同的那种计算机 和显示器上 显示屏上面哈 这些颜色呈现出来的 效果应该是一致的 这些是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颜色哈 你现在在这边去选 而且尽量搭配 一个色系的颜色哈 好 这个你可以在这收一下哈 叫HTML颜色 可以找到这个东西哈 好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 刚才说到HSL这种 就通过灰度 饱和度哈 这种亮度来指定的话呢 也可以用这个哈 这里 这里也有讲到哈 也有讲到 HSL色彩 看到了吗 这里也有讲 看到没有 这个H指的是 它叫色调哈 也叫做灰度哈 然后S表示饱和度 然后L就是亮度哈 它叫明度嘛 也叫亮度 好 这个可以用来用这种 用这种也可以指定颜色的哈 好 这个它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 应该有一个 有个那种圆盘哈 你可以看到那个 我记得好像哪里有个圆盘 它可以告诉你哈 你选了这个 选了这个什么 选了这个 就这种哈 你们选颜色的时候 一般像那种工具里面 带了颜色选择器的那种哈 它其实都有那个 大概都有这么一个东西 可以让你选这个 HSL的值哈 好 这个你不知道 也无所谓哈 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比较专业哈 可能对你来说 暂时用不上哈 不管它就行了 好了 这是选颜色这里哈 稍微说一下 好 其实我这里想讲的是 另外一个事情 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事情要告诉大家 你看哈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样式表可以放外部 放内部 还有行类 对吧 然后呢 选择器有什么 标签选择器 通配符选择器 ID选择器 类选择器 那么你看哈 你用这些选择器写的 你用这些选择器 写的样式哈 它如果没有冲突还好 一旦冲突了 就是写重复了 到底谁生效 是不是就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到底哪一个生效 就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 比如说咱们来举个例子哈 来说一下这个事情 来请看各位 就在这吧 就将就这个哈 来请看 比如我再放几个H标签哈 我再来放个H标签 嗯 比如说咱们写个什么呢 咱们这个写个goodbye world 嗯 怎么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哈 咱们看一下 你看咱们给他写个H1 看好 咱们给他写个H1 这个我给他说哈 我给他写一个 你的color是红的 你的color是红的 写这哈 咱们再给他写个类吧 叫 叫点 点H1吧 那咱们来个什么呢 color是绿的 咱们再给他来个 顶号H1 来个color是蓝的 好 来咱们看一下哈 咱们看一下 咱们把这个 把这三个都写上哈 咱们给这个例 加上class 可他的标签叫H1 class也叫H1 然后他的id呢 也叫H1 好了 那你看哈 这三个选择器 都注用在他上面了 对吧 都要注用于他 都要注用于他 好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一个说想要蓝色 一个说想要绿色 一个说想要红色 那最后这个出来 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好了 咱们这里 咱们说过了哈 咱们这里的第一条原则 叫究竟原则 谁离得近 就听谁的 那么它是红的吧 来咱们看一下哈 是不是红的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红的 来请看 它不是红的 它是蓝色的 好 如果你没有这两条 来请看吧 注释掉 假设没有这两条哈 我这样写 你看我一个说红 一个说要红的 一个说要黄的 这两个都是标签选择器 那谁离我近一些呢 黄色的离我近一些 所以呢 这个 说颜色要黄的 这个H选 这个标签选择器 离我近一些 那我听它的 这叫究竟原则 来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哈 这条原则叫究竟原则 你看这里是黄色的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好 这是究竟原则 但请注意哦 现在 我这里 一个是 标签选择器 一个是 类选择器 还有个是ID选择器 好 选择器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考虑究竟原则 如果选择器不一样 咱们就要考虑 具体性原则 具体性原则说的什么呢 谁更具体一些 你看哈 标签是作用到所有的标签上 它是不那么具体的 ID是只作用到我一个人上面 它是最具体的 它是最具体的 然后呢 类选择器来介于 二者之间 好了 如果现在我就这样写 什么颜色 应该是绿颜色的 对吧 因为 类选择器是更具体一些 那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是绿颜色的哈 咱们再把这个ID选择器恢复出来 恢复出来 好了 如果三个都有啊 三个都有 你看 虽然它离我最近 它离我离的最近 但是呢 它的具体性是最差的 这个的具体性是最高的 所以按照具体性原则 听谁的呢 听ID选择器的 所以最后弄出来 蓝色的 来看是不是蓝色的哈 好 这个叫 这个叫具体性原则 如果你的选择器 它都一样的 都是标签 要不都是ID 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类选择器哈 这个时候 咱们就遵循 究竟原则 谁离的近就听谁的 谁离的近听谁的 好 但是如果我们用的选择器不一样 你看 我这里用的是 ID选择器 你这个是类选择器 这个是标签选择器 哪一个更具体的 肯定是ID选择器更具体的 按照具体性原则 我要听它的 所以这里是蓝色的 好 再看 假如说我非要给它 搞成绿颜色的 我就要给它 弄成绿颜色的 好 怎么弄呢 怎么弄呢 我就不 现在就用这个 我就用类选择器哈 我不改它了 它就是个类选择器 但是呢 我就要希望它生效 希望其他的选择器 不会覆盖掉它 其他选择器 不会把它覆盖掉 我必须得听它的 必须得听它的 那这个时候 咱们就可以在这 给它加个什么呢 看好 我们在这个样式的后面 给它加个感叹号 写个important important什么意思 重要 我是最重要的 好 这个叫重要性原则 这一条的优先级最高 重要性原则的优先级最高 我说的我是最重要的 也就意味着 你不要覆盖我 其他人是不能覆盖我的 其他人不能 其他的 其他的比我更具体的 都不能覆盖我 必须得听我的 这个叫重要性原则 来咱们看一下 现在弄出来 是不是绿颜色的哈 好了 没有问题对吧 好 所以将来 你在写样式表 写选择器的时候 如果你的样式没有冲突 它就会叠加 它都会生效 因为咱们叫 成叠样式表对吧 只要你写到的样式 只要你的样式 没有发生冲突 没有发生冲突 它就会叠加到一起 比如你标签选择器 类选择器 IP选择器 都用上了 只要没冲突的 它就会叠加到一起 都会对这个标签做渲染 都会 都会施加到这个标签上面 都会对它生效 但是呢 如果冲突了 你看比如说 我也在指定颜色 你也在指定颜色 那么到底听谁的呢 这里有三条原则 好 来我们总结一下 好 如果样式有冲突 如果样式有冲突 好 不冲突的样式 会叠加 会叠加 如果样式有冲突 有冲突的样式 遵循三条原则 如果选择器相同 就直接说吧 第一条原则叫究竟原则 究竟原则 如果大家用的选择器是一样的 都是标签选择器 都是类选择器 那谁离得近 谁生效对吧 这是第一条原则 叫究竟原则 然后第二条原则 叫做具体性原则 哪一个选择 选择器更具体一些 我们就听谁的 然后第三条原则 叫重要性原则 重要性原则 好 哪个加了这个 加了感叹号 important 说我自己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们就听谁的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个小问题 比如说 这里还有个DH1 写了个color 他要了个purple 要了个紫色 或要了个pink吧 粉色 然后他也写了个important 他也写上一个感叹 sorry 他也写上一个感叹号 important 好 这时候听谁的呢 他也说他最重要 底下那个也说自己最重要 这个时候又要参照 究竟原则 对吧 他们俩呢 他们俩都是类选择器嘛 没有具体性原则的区分 所以就要看究竟原则 对吧 究竟原则 所以这三条规则 是先看重要性原则 再看具体性原则 最后再看究竟原则 好 所以这是如果样式有冲突 那么就要遵循这三条原则 好 就要遵循这三条原则 来咱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运行效果 而且这个时候 你打开样 打开那个调试工具 看这 点右键 点检查 当你打开这个调试工具的时候 你会发现 底下有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又非常有意思了 你看底下 看底下这里 它会这条被画掉了 看到没有 打了一个线在上面 什么意思 不用 本来应该用它的 结果这条被覆盖掉了 被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样式给它覆盖掉了 其实这条上面 画了一个 画了一条线 画了一条线在上面 来你看 假说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勾去掉了 看这 我把勾去掉了 你看它是不是最重要 按照重要性原则 得听它的 对吧 我如果把这个勾也去掉呢 又变成蓝色的 为什么 具体性原则 对吧 它是ID选择 具体性原则 我把这个勾如果也去掉 你看 是不是要红的了 用的是个标签选择器 对吧 好 你看啊 你在这儿是可以 可以去 看到哈 哪些样式被覆盖了 哪些样式是生效的 最后你就会看到 这个页面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可以来 在这个地方哈 你可以检查你的样式 到底是哪个样式在生效 这里也是可以看到的 好 这是如果你写的样式 有冲突的时候 会怎么样 好 这个记下来了吗 这里有三条原则 究竟原则 具体性原则 和重要性原则 都好